下一個題是萊雅斷考題 賴黃川師出的題目 不過賴黃川師當年出的題目的時候 是用選圖的 選四個圖 而且花錢他也他心腸很好 就是畫了兩個不可能的月亮 那你在說 請問你看到什麼月 月落屋題雙滿天 江峰與火對酬眠 孤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終身到課場 老師說月像要知道時間跟方位 好 請問你 月落屋題雙滿天 江峰與火對酬眠 告訴我什麼 我不在教國文喔 告訴我什麼 月落哪一邊 西邊 月亮在西邊 OK 孤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終身 告訴我什麼 夜半 時間 OK 好 來 什麼月亮 夜半 你看 子夜時在西邊 畫圖 畫地球畫太陽 放地球會轉 找到子夜 人在子夜 由西向中轉 月亮要放西邊 他什麼月 他什麼月 OK 你懂嗎 知道時間 知道方位求月像 知道時間 知道方位求月像 什麼月亮 是的 所以在西邊 月落在西邊 夜半 表示子夜 子夜時分在西邊的月亮是什麼月亮 紫葉石在西邊的月亮是什麼月亮 畫地球畫太陽讓地球會轉 然後人放在紫葉 因為每個東西都跟西不一樣要進行在哪裡 人放在紫葉 然後它的西跟東 然後地上放在西邊 那是什麼月亮 那是啥月亮呢 那是什麼月亮呢 大哥 大哥 來 這一位叫做 應該找個可愛小女生是嗎 九號 沒來 十一號 Eleven Seven Eleven 起立 來 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的答案叫上弦樂 非常好 我喜歡 轉 來 老實說 第一步 畫地球畫太陽 老實說 第二步 讓地球會轉 然後 紫葉時分月亮在西邊 每個人東跟西不一樣 所以要去人哪邊 人家在紫葉嗎 上下左右 哪個人是紫葉 左邊 紫葉 晚上中間 西向東是方位 老師說方位看誰 一球自轉 一球由西向東走 你又放哪裡 西邊嘛 西層西邊 這什麼月啊 卡中間叫做紫 放旁邊叫做望 這叫仙道 所以仙道叫做尚寫 所以這叫做尚寫月 這叫尚寫月 所以尚寫月 就這樣 就解決了 可以嗎 OK嗎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很好 很好 好嗎 好了 都 但 好嗎